我把账本交给林奥东 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 我买了当天离开尚顾的船票 但是在码头上 我发现你靠了九哥 从轮船上下来 我因为担心九哥 所以并没有走 结果第二天看报纸 却意外发现梁奥东被杀 九哥被捕入狱 我就更走不了了 之后我选择了一般人 不会想到的地方 林家宅子里躲了起来 结果我意外发现 冷家人也去过几次 那账本现在在哪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我把账本交给林奥东 林奥东死后 账本就彻底消失了 林家我找过好多次都没有 冷家费了这么大的功夫 相信账本也不会在他们手里 账本既不在林家 也不在冷家 也不在我手里 所以我一时也想不出来 他究竟在哪儿 看来这账本 极其重要 他是救出九哥的关键 我今天找你 只想告诉你 我会和你一起阻止死刑的发生 我之前不信任 是因为你们警局有内鬼 我不放心 后来我发现 你召开新闻发布会 有深陷舆论的风暴 被警局解职 我开始信任你了 我今天除了把事情的来龙曲 还没跟你说清楚之外 龙队长 我还有一个请求 想想办法 让我见见我女儿 九哥 产阶 八九路赛 好 进过来 葚 大人 大人 好了吗 好 等一下 吴警官的证捷 别赶紧擦擦 上面的照片都失掉 谢谢 进去吧 你们聊吧 如果我没有背叛死刑 你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出现 久而是爸爸对不住你 但是请你相信 爸爸 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什么苦衷 十六年了 什么苦衷 十六年说不清楚的 哪怕一句话 哪怕你告诉我 你还活 久而是爸爸对不起你 你可以恨爸爸 但是爸爸一定让你活着 你记下爸爸一定会让你活下去 是 关伯伯 您以为太难过了 重逢是喜事 你说得对 能这么看着他 跟他说话 我很满足了 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会想办法继续找账本 如果最后都找不到 我会站出来 你 就算是玉石俱焚 我也一定 让九儿活着 走吧 黄伯伯 保重了 这个 吗 我 真的 出刀 反正都问过了 的确是三天前留在这儿的 因为这儿太偏 经过的人也少 只找到了一个目击这儿 还是一个大爷 大爷说 的确那天看到有十几个人 从前后两辆车下来 然后手势力服 气势汹汹的 那人见识不对 赶紧就跑了 除了斧头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那就没有了 不对 他说那些人身穿 统一的黑色西装 都穿着黑色的西装 沙门 沙门 那沙门绑他做什么 跟九哥的案子有关系吗 龙队 龙队 讲了几次了 还不该够 对不起龙队 龙哥 你妹妹出事了 香香 他怎么了 他从楼顶摔了下来 听说声势很重 楼顶 走 走啊 走 走 走 龙队 血压四十 血氧饱和度六十 心跳一百二 呼吸三十 身上都住个折 心跳停了 准备出事 过去 过去 我妹妹呢 龙香香 龙香香 龙队 这边 谢谢 快快快 队长 队长 写香 龙队 写香 龙队 写香 写香 准备给现象做手术 你别着急 这就是两位目击证人 他们看到了全过程 发生什么事了 当时一下就来了七八个男人 直奔龙击者就来了 龙击者看见他们就跑 他们就在后面追 一直追到了楼顶上 之后 我听见龙击者在喊救命 还有扭打的声音 我放心不下 就让我家老头子去找人帮忙 可是没过多久 就看见龙击者 被人从楼上给扔了下来 说是 有三四个人给架着扔下来的 走 龙队 龙队 队长 队长 村外妹安静点 队长 家属请安静点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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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一点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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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我妹妹 他状况怎么样 请你放心先生 我们会尽力的 不過也請你做好心理準備 隊長 這條回好家 龍頓 龍頓 冷靜啊 龍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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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這樣 老李慧 龍頓 混蛋 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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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呀 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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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今天要是怎麼樣的話 你也沒想活著離開 想想都怎麼樣了 你問我他怎麼樣了 今天這件事的根源 在你或在我 不明白是嗎 好 我告訴你 如果沒有我 今天的事一樣會發生 可如果沒有你 沒有你像狗一樣秀著氣被求追不捨 那龍頓頓 依舊還好好的做他的記者 所以說 是你害了他 放棄吧 為了想想 也為了你自己 你鬥不過他 以為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的對手是誰 或者說 你以為你知道 其實你根本什麼都不知道 你 龍隊 龍隊 冷靜啊 龍隊 他在欺你 龍隊 你問林局長是怎麼死的 那龍隊 你是他最得意的學生 你不能讓他失望啊 開槍 龍隊冷靜啊 開啊 龍隊 冷靜 放棄 龍登瞎家屬過來一趟 你是龍登瞎的家屬嗎 情況不太好 高空墜落 颅内有大量瘀血 身体多处骨折 如果不将颅内的瘀血清理干净 就算是救过来了 他这一辈子 也不会醒过来的 如果你要是没意见的话 我们就准备做手术了 一定要救救他 大夫 放心 那签字吧 拜托您 放心吧 我记录了 龙队 小夏 小夏 自主呼吸已经恢复 手术顺利 再观察三天 如果没有异常的话 他的生命体征 会慢慢恢复正常 如果是正常的病人 他的麻醉药效已经过了 但是 你妹妹颅挡损伤非常严重 手术虽然成功 我妹用了催醒药物 和其他的辅助办法 但是 她还是没有醒过来 你的意思是 她什么时候醒来 你们也不知道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